這個短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12月初的 三天免費周在Steam裡面 可以免費的玩戰地風雨那本來 還沒有那麼失望啊但是安裝了66GB之後才發現 一進來的體驗這張地圖就是非常糟糕的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建築物跟 沙漠之間的銜接喔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沙漠跟倉庫之間的銜接你看 那種融合感非常差 好像就是一個硬塞上去的物件一樣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應該是這個建築物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建築物 他這種銜接感很像半成品 然後好像空無一物的感覺 尤其是當你進去的時候你會發現 你看擺了幾張椅子 然後地板如此的乾淨 好像剛剛打掃過後一樣的半成品 然後尤其是那個天花板 你看那個一秒鐘的天花板 給大家看那個天花板 相當粗糙齁 什麼都沒有 你們如果玩過秘境探險的人 你就知道他們對於場景的 那種要求是非常重視 電梯也不能按 不能進去 之前玩戰利風雲4的時候電梯還可以進去 那AI很笨這一點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這個就不用再特別 去強調 他的AI大概比人家早期的 絕對武力還要弱吧 絕對武力那個年代 也就是說 大概2000年那年代的網咖 在玩CS的那個電腦可能還比他還要厲害 比他還要有智慧 像我們要講 電腦的智慧啊 我們可以去想一下那一款 壁血狂殺2 他們的裡面的AI他們會採用 全部先在外面等好 然後再一起 衝進去包夾 而且他不會只走單一入口 他會做包夾的 也就是說前後入口把你封起來 不會像這個AI這麼笨喔 都只會走單一入口 然後也不會 採用包夾的 他們甚至會一個一個 按照順序的進來送死 有一點像是你看到那種 線上遊戲笨笨的 只會在那邊 像火車頭一樣 牽整堆然後就一起送死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是非常可悲的 就是說現在的廠商 連AI都不願意做 看這個場景空洞程度 空洞到這種程度 我就覺得是半成品嘛 沒有做好細節 就拿出來 你們如果有看過戰力深邃那一款 你就知道 他那個對於細節的講究有多 多麼重視喔 不會像這個天花板 還有這個建築物好像隨便插幾個上去 前面那個樹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樹很像 複製貼上 進來 幾乎是複製貼上進來 旁邊的什麼都沒有就插得很乾淨這樣 真的是很糟糕 畫質已經全開了 還出這種東西 而且我覺得你今天竟然要引誘大家來體驗這款遊戲 你怎麼立刻就放這個地圖這麼糟糕的 畫質給大家看 就是越玩越覺得好像倒退一樣 因為我是玩過 極地戰壕的人 然後我又玩過戰力深邃的人 所以我對於第一人稱槍戰遊戲的細節 絕對不是 這樣子的認知 而且我玩過像 火線列殺 還有像是那個 秘境探險 那些槍戰遊戲其實他們場景的細緻度都非常好 我覺得有時候廠商他可能不應該 執著在於說我要把 地圖做的多大 而是說 你要在一個 適當的地圖的範圍內 然後把細節做的更好 這反而才是更重要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方的 你看這個櫃台也是一樣 桌子下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乾乾淨淨的 一點都沒有那種粉塵飄揚的樣子 避寫狂殺的話你走過去的話地板上的粉塵是會飄動 不會像這個這樣 連腳印都沒有 好像神不知鬼不覺的移動一樣 他會按照順序進來讓你殺 就像這樣一個一個按照順序進來 火車頭 所以人家說這一款的 電腦你如果 想要跟他玩對戰你也不會有什麼快樂的感覺 沒有什麼成就感 連避寫狂殺的電腦都比他強太多 那最後你看他這個銜接的地方 來按暫停給他看 這個沙子應該是這樣子的嗎 然後牆壁一層不染 這是什麼東西 牆壁不是應該也要染到粉塵嗎 為什麼如此的乾淨 然後這個光罩也是一樣 這光罩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這裡這麼暗 然後上面這裡就這麼亮 這不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像半成品一樣 所以這一款 看起來好像沒有光影追蹤的樣子 不知道沒有光影追蹤是我 顯卡怎樣沒有開到還是 還是他遊戲本身不支援 這個大家再留言一下 那目前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整個細節 我覺得細節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不要讓人家看到整個遊戲好像就是一個半成品 那就沒救了 這樣子說實在他 他送我玩我也不想玩 他現在就算500塊我也不會想買 然後再加上他的遊戲機制他連 讓你自己開 一個地圖來跟幾個電腦打也沒有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並不是那麼想要跟 一堆人配對 有時候只想要短暫的玩個幾回合 類似那種巷戰啊 小區域的戰鬥然後就結束了 並不會想要說 我一定要同時跟百人打我才會有 樂趣 不見得是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的遊戲性越做越狹隘了 就是 看起來是很廣大的地圖 但實際上 他能玩的模式就是很侷限在一定要很多人 然後重點是那個電腦又是白癡 你要配到真正的玩家又要配很久 加上這一款 負評那麼多 基本上 你想要配得到人會變得更困難 然後現在這些廠商對於連線的開發都是越做越倒退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很多連線遊戲都是變得越來越爛 評分都很差 沒有辦法連線遊戲都做得好評的 這就是我這一次下載這款遊戲 60幾GB然後結果一進來玩到這個地圖 就覺得說 滿滿的半成品的感覺 然後光照又很差 連那個 戰地深邃都比他好 十幾倍以上 戰地深邃那種畫質才真正的像是一個次世代改有的水準 然後這一款就什麼都沒有 這就是我的心得 好那這個短片跟大家介紹到這邊了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 曾經喜歡戰地風雲3跟戰地風雲4的我 是不可能接受這樣子水準的東西 戰地風雲4我之所以沒有辦法再繼續玩 是因為他開地圖一定要 什麼豬伺服器之類的 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自己開地圖 我覺得是相當低能的一種設計 你想要自己 玩戰地風雲4然後開一張地圖都不行 還要去支配別人 那是相當可笑 我不曉得為什麼 遊戲產業會沉淪到這種程度 你想要自己開一張地圖來玩都不行 相當可悲 好啦那這就是戰地風雲4 我下坡的 連我自己都有這種感覺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